定在運動 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大家禮拜一好 今天一週的開始 大盤一口氣 漲了137點 如同靜澤跟各位所報告的 各位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大家就說 一萬兩千兩百七十三點 不會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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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注意一下下 從頭到尾沒有爆量 從頭到尾只有換手量 所以在這個地方 雖然是一萬兩千點 只要你能夠抓得對股票 只要能夠掌握住 正確的一個趨勢的話 今天上市加上貴 那麼加起來還接近 九十加的一個掌停板 你說老師九十加 對不起 我真的必須要告訴你 所謂的九十加 假如你把一些 我們說的比較白一點好了 找不到原因的 大銀什麼 不能說找不到原因 天漢 找不到原因跟雞蛋水餃扣一扣 大概還滿正常的 應該還有接近二十加的掌停板 這二十加裡面 還是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來 生技跟科技都有 而且呢 這裡面正在做重新整隊 注意這四個字喔 所以你為什麼喜歡看我的節目 因為每一句話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會跟你講這個盤面最大的重點 而且在重新整隊啊 注意喔 這叫重新整隊喔 那麼這個拉回來之後 到底是要買 或是說哎呀 等深一點再買 還會不會彈上去 這個等一下我跟你說 注意這叫非會員持股 來 看一下 導播我們看一下我們標題 非會員持股 這要講好啊 黃靖老師不會帶你追高 因為我是第一個跟你講說 合一四字頭以上 請你不要追了 最高476 兩天而已就下來了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現在最重要一點是 有這麼多股票漲上來 我不管你喜歡生技還是科技啊 但是我說實話一點 生技喔 科技能夠做的好像比較少一點點 各位看一下什麼 廣影比較有名 其他有的你名字都叫不出來啊 那我必須要這麼講一件事啊 以生技股來說的話 那麼原則上穩健跟靈活怎麼去做 我等一下要跟你說 今天節目非常的難講 我也必須要這麼說 但是你要細細的聽 至少我在生技這一塊 會跟你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同樣的科技這一塊留給別人啊 我跟你講科技這一塊不好做 今天漲停的也不是台積電啊 更不是聯發科啦 我告訴你啦 又不是台積電 又不是聯發科 又不是紅海 那個我告訴你一件事 很難講啦 很多股票是跌很深之後 那就剛好讓他反映一下 但是就生技股來說的話 我現在要跟各位來報告 親愛的投資朋友 從頭到尾沒有離開過我們的掌握 甚至呢我們怎麼操作 怎麼讓你賺錢的一定會說啊 各位啊上個禮拜輪到哪裡去了 我說過各位注意一下下 生技股一定會有一天又輪回來口罩 輪回來什麼 防護衣對不對 注意喔我們很集中喔 因為我也昨天上次也跟你說了 上個禮拜我說請你注意 防護衣這個地方是非常強的 你不要忘記了 紅玉現在去做防護衣 南偉去做防護衣 巨龍去做防護衣 連南防都去做防護衣 那麼這些很多都有防護衣本身的一個材料 所以你只要抓住兩檔股票就好了 雖然第一檔叫做當衝 不好意思說一件事啊 你知道當衝你也不曉得 你去問問看好不好 誰比較厲害一點 我就直接告訴你好了 誰比較厲害一點 對這個非常清楚 所以請你記得一件事啊 安心 放心 信任 你沒有發現一件事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1月17號你跟我做恆大 一支恆大漲多少漲11倍啊 18塊錢漲了11倍到200多塊 到了端午節我說下車下車下車 然後請你注意一下下車 玩之後咧 這麼長久一段時間 幾乎一個半月都不漲 上個禮拜五 我直接公開跟你說了 不用講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就是證明啊 你有沒有操作 所謂的靈活的一個實力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不管你賣在這張圖的哪一個點 都比現在螢幕上的好 然後呢 還有些東西必須還要再留下來 我說過這次怎麼看 都是防護衣看起來是比較強勢的 這樣對還不對 這樣短線這樣可不可以跟您報告了 我說過 你安心放心信任百分之百知道 穩健的我也直接告訴你好了 很簡單 我相信你大概也猜到了 我問你一件事這裡有爆量嗎 沒有爆量對不對 我問你一件事這裡有爆量嗎 沒有爆量代表怎樣 代表原來進去的籌碼都沒有出來啊 我問你一件事這個有沒有爆量 有哦 多多少少應該從這裡看 有一些看起來應該就是有爆量的一個情況出來了 因為他有成家讓他就是有爆了 我想我等一下會跟各位來做報告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個就有點爆量 對這個有點爆量 來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但是呢我認為還是一個換手量 我說過這個追不上的時候 來先把我們該交代交代好了 這個追不上的時候沒關係 陳德一樣能夠帶你賺錢 這也快72% 各位從這裡開始是快72% 如果從這裡開始的話 也有接近30% 20%的利潤 因為77 76我都有帶你上場 我們不能講績效 我只能說節目上你是不是看到這個 那已經印證完畢了吧 這叫做靈活嘛 其實他還可以文件一點點 不過我這邊要跟各位報告的事情 來吧 注意一下下 今天假如你不是跟上指揮官團隊的 你在做生計 會不會有點忙忙秒秒不知道怎麼做 今天我介紹最多的就是這個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希望說做這檔股票的 今天以前我沒有跟你講說他的基本面 現在上來我也必須要跟你講一句話說 那麼應該不能說從這一段時間 我就沒有開始跟你講他 因為這一段時間我個人覺得 他的標示 他的掌勢 到底誰在做我們不知道 或者誰他為什麼會標我不知道 但是我告訴你今天 至少我認為這個股價的一個走勢 第一個 這麼形容他絕對不可能跟這兩支比 高端跟國光升 這是中華藍隊中華白隊 或者中華藍白隊總之的 這是國家代表隊 你也不是國家代表隊 你哪一點可以跟國家代表隊比 所以你要做這樣的股票以前 你要知道說這個作手 他憑藉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原理 我認為他憑藉的原理就是說 高端國光升長那麼多了 至少我們是同行 你知道沒有 但是同行 你不能說我跟台積電是同行 所以我稱我的生意比台積電更好 品質比台積電更好 沒有可能有沒有 對吧 你說老師那亞諾法怎麼辦呢 亞諾法還是要看這兩個人吃飯 職業棒球有的話 亞諾法才會有 甚至各位來看一下注意喔 那麼將來的亞諾法怎麼去操作 你還要問我 我必須要告訴你 他通常來講這個怎麼講好累喔 這怕得罪人啊 某一些人要退場以前 這樣聽得懂了沒有 某一些人要退場以前 他不會一次退光 他會在這邊做一些所謂的 反反覆覆的動作啊 所以以後還是講我自己的股票比較好 各位看到沒有 同樣的來 你可以瞎子摸相 你可以跟指揮官 你可以算算生計值多少錢 從頭到尾只有黃靖哲老師 來各位來看一下來 我說啊 合一的新耀ON101啊 這個糖尿變新耀解決完了之後 如果你有合一你去問別人一點就都沒有 或者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直接告訴你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合一怎麼掌 也不知道合一怎麼算 只有黃靖哲曾經在這個地方 送過各位一個非常驚人的資料吧 有沒有帶過來 有吧 是不是帶錯章了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來 我很簡單跟各位報告一件事啊 這個呢各位看到沒有 合一你要這樣子去算 第一個授權金的時候 他的授權金可能在未來的20年裡面 他的EPS平均是1.895元 那麼假如說你今天加上台灣這次過關了 台灣確定過關了 你每一年應該是還加上2.13元 所以合一假如你用平均的方式算起來的話 那麼EPS最起碼都在4到5塊錢之間 甚至他如果你用5.68加上這個2.13 有沒有7到8塊錢出現了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股價的話 就勉勉強強還能夠聽得下去 因為他是股王 那我跟各位講說他不只反應的是只有台灣 他直接反應到什麼 反應到台灣第一名啊 所以當年的號頂最高是755塊錢啊 所以這就叫做專業你知道嗎 755塊錢啊 那麼他的市值是在1419億啊 那麼假如 合一要超過他的市值的話 你把他換算回來的時候 就在403塊 這個就公開講 這也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只是個數學 我必須要跟工會跟所有健康的節目講 我沒有預測股價 這只是個數學 而且在今天之前我們沒有公開過 因為這價錢已經過了嘛 那各位看到沒有 所以我會告訴你什麼 當合一超過400塊以上的時候 你不要問我們有沒有操作 當合一超過400塊錢以上的時候 最高來到476 記不記得上個禮拜五我告訴你說 476是不是故意就開始拉回了 請問各位今天 是不是就到這裡來了 那你會說老師啊 那合一將來怎麼樣怎麼樣啊 我等一下看看我有沒有帶出來 應該是有啊 等一下我翻一下 總之呢 我幫各位算出來 是台灣第一名的價格 那麼你手上有黃靖哲送給你的資料過吧 那麼同樣的接下來合一呢 如果過了大陸藥證值多少錢 如果所謂的美國藥證又拿到值多少錢 這個你要來找我才能夠算 但是我現在先告訴你一件事喔 這一次拉回來的時候 當然有承接點 我只是怕你那個時候你不敢接 第二個 如果你是買在476這個高點的 還有呢 中天是合一的大股東對不對 如果你是買在160塊這個高點的 你沒有我的指令 你不要隨便去找支撐 我真的必須要這麼告訴你 同樣的亞諾法 沒有告訴你 你不要隨便去找支撐 我老實跟你講 你不要說老師 你既然說他不能夠超過高端 明天可能就跟高端同價錢 明天可能就跟高端同價錢 但是我們必須要這麼講一件事 如果你去回頭去想的時候 亞諾法實際上的價值 是高端的幾分之幾 你回去想想看這個答案就可以了 我真的必須要做一個最簡單的比喻 是一個業餘棒球的球員 跟職業棒球球員的身價 這樣你能不能懂我的意思啊 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那麼林志勝這個中華隊的隊長 現在的中華隊長值多少錢 跟一個完全沒有名字的 甚至還要剛剛來準備考職棒的 那個天差地遠 所以我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 有的時候股票市場 當然可以用所謂的題材來造勢 在這裡喔 各位看到沒有 來 讓我多一點點時間喔 合一公司派拿下這個 又是天文數字 等一下等一下講 所以拿下全球的市場 來 所以合一你要來找我 因為你想要知道說 你的合一要怎麼做 或將來合一還能不能賺 我不能跟你講 我電視上不能跟你講 但是各位看到沒有 第一個挑戰四字頭 接下來台灣市場 華人市場 全球市場 歡迎各位 黃靖哲老師 都走在這個市場上面前面 至少萬一你有合一的朋友 你至少要來看這篇報告 我是最早告訴你答案的人 歡迎你 想盡辦法跟上真正的財富指揮官 也是能夠幫助你的 這一次特別是合一跟中天亞諾法 這些個股呢 請你務必無論如何 一定要跟上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我的選擇是屬於 穩健操作的個股 馬上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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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 訂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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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富688今年过好年就看下半年 致富688今年过好年就看下半年 需要在线02-2781-0909 2781-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紧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人内政部警察署关心灵 生计股是今年以来最热门的 最会飙用的类股啊 所以呢 我说过今年叫做生计元年 到今天为止 还有很多个股标不停 到今天为止 你看那个美无华 先看美无华 为什么说美无华 美无华是民国95年 生计新药产业条例 你说老师你怎么清楚 真的是标准的生计专家 美无华跟怀特是 生计新药产业升级条例 第一个可以说是受益者 也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公司啊 所以我说啊 各位想想看啊 这个李董事长到现在 赶快把股价做好一点 好的消息拿出来 他的股东才会开心嘛 所以我说过今年 不管是陆董事长也好 哪一家 对不对 或是这个林董事长也好啊 还有什么 各个董事长 他们会把很多好的东西 在这次生计股起飞的时候 拿出来给你看 当然第一个还包含了合一 对不对 所以你要能够算出他们的价值 你想要知道他们的价值 我刚才给你看到这个四字头 你看 这个我们必须要这么说 我们非常遵守法规 这是按照数学去细算的 就像是我算出多少EPS 可能他授权金是多少钱 这是按照数学 怎么去算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你最重要一点 你去问你的老师会不会算 我现在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好了 万一生计继续强下去的话 万一新冠肺炎到了秋天又来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在准备吗 你这个时候再来猜猜看吗 那个时候才又像现在一样 合一好会标 高端好会长 国光生我不敢买 你每天都在讲这个话 我们连DVD都帮你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准备 正式送进场来拷贝 所以我要先讲清楚 不要今天有会员会来找我 现在正在开始拷贝中了 你什么时候看过一个老师 是这样告诉你的 如果市值要超过号顶的话 那合一应该值多少钱 这是学理哦 这是投资学哦 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老师 我这么讲一句话 真的叫做所谓稳健 真的连电视机前面的你我都不骗 你不是我会员我也不骗 你说什么意思 亲爱的投资朋友 很简单嘛 这两个叫做国家队 对不对 这两个叫做国家队 国家会帮你负责嘛 你说老师为什么 院长也去这里 总统院长那些人都去这几家嘛 这个当然不是国家队嘛 对不对 这个就不是国家队了嘛 对不对 但是没有关系啊 你市场喜欢 就股票的市场也叫市场派 市场喜欢你要把它做到一个价钱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基本上来说的话 至少我必须要让各位亲眼看到 我们每一天每一天 你说老师我国家队做一做好累哦 我不想做了 我要回家了 你现在卖都还是大赚 30.7元到现在还是大赚 老师我高端我看你电视而已 我说连电视机前面的你我都不骗 这是一个真实要发生的状况 我说它45.6 办公室45.6 你就随便买 每一天你都抓到了之后 但是你也不要每一天看到都买哦 每天看到都买 有的时候它震动会比较剧烈 但是问题我是说 只要有拉回就买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爆量 你说老师我今天就是不想做了 我好累好累 我想睡觉 随便你 有让你卖不掉过的吗 我这么形容一件事好不好 有让你卖不掉过的吗 所以有些股票来讲的话 它跑得很快 你没有错 但是你赚不赚得到它的钱 虽然性格我认为它还是有基本面 你赚不赚得到它的钱 你自己要去想 对不对 千万不要人家说火车过去了 你各位想想看 在瑞基400块钱的时候 你听到什么 只听到一个法说会 那个法说会告诉你说 我瑞基本来做100万剂 后来我要做成400万剂 从400万剂要做到多少 瑞基本来做10万剂 到了年底我要做100万剂 差点讲错了 你有没有想过 10万剂到100万剂是10倍啊 成本不用增加 人工不用增加 而且瑞基417你自己看清楚 那么去年才赚2块钱 我当你今年突飞猛进到吓死人好不好 要算到要涨几倍啊 2乘2等于4 24得8 25得10可不可以 这个这么简单的数学了嘛 我就这么形容嘛 你一个人成长5倍可不可以 太夸张吧 还是要成长多少 10倍吗 有人说明年还会更成长 我说明年有没有肺炎 你我都还不见得知道 所以你明年整个都降温了 去年两块钱你猜今年多少钱 明年多少钱 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个点上面的话 如果我们用比较正常的本利比 25倍反推的话 那么瑞基必须要做到17.4元的EPS 这是数学 这可以公开讲 我没有预测 我只是告诉你说 平均假如是25倍本利比 是17.4元 你从两块要进军到17.4元 9倍多啊 可能性大吗 所以股票数量里面 你真的必须要去回想 那到这里 你自己去想想看 这十个字就好了 有听我这话 好多人来找我 一口气省了 接近150 143元 所以有的时候股票数量里面 你必须想想看 谁真的在帮你 最帮你的才会 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吧 支付宝典DVD课程 什么东西都帮你准备好 我知道说 接下来的两年三年 你几乎每天都要谈生计啊 因为我们必须要 这么讲一件事情 虽然现在电子股成交量第一大 生计股是第二哦 听清楚生计股是第二哦 但是我们常常有散户 或者所谓中时务 来进出的电子股 现在生计股跟电子股差不多啊 你不会每天买台积电吧 你把台积电扣一扣 看是多少 所以你赶快来我们家族 至少你可以赚这个知识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没有 这个还要再讲吗 有爆量吗 要爆量才会回头嘛 有爆量吗 没有爆量现在还怎么走 你不要说老师没有爆量 我现在就马上进去买 不一定好不好 他有的时候会拉回再动嘛 跟我错了 不要自己在那边瞎猜 而且我们讲的事情 至少有个根据吧 我说你看康熙那种掌掌跌跌 到一期临床公布以前最高价 马丹娜掌掌跌跌 一期临床以前公布最高价 罗美娜满掌掌跌跌 一期临床以前最高价 这是国际上的股票嘛 如果你每天苹果都给我创新高 然后都是最高价 那当然你稍微可以比价 美光我们讲这个比较准 美光啊 天天给我创新高 还是面板天天给我创新高我可以比嘛 那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谁说我们讲的没有理由 有人说老师 黄金城老师讲那个高端疫苗 讲太多了 讲太多了 什么 讲太多了 将来要临床 也不晓得会不会成功 我先不要管你会不会成功的 如果你是听这种的 你已经差我们非常非常的远了 已经差我们非常非常的远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远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有些时候你必须要知道 什么东西是你一定要把握的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句话 现在全世界的疫苗 没有说什么一定会成功 所谓的成功是指没有副作用的成功 如果你可以承认一部分的副作用 难道你没听到我们陈时中指挥官讲说 只要临床二期过 我们就给紧急命令吗 其实当临床一期过的时候 临床二期大概差不多了 都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 因为临床一期它最重要是要 确定好说 假设这个副作用有多大 抗体有多少 那你还可以调整剂量 假设你临床之后发现说 只有黄静德这种长得 身强体壮的 那种拳头比较大的 那种很壮的一个用 那也没关系 照用 你就是给身强体壮 拿去打阿兵哥 拿去打空军 如果比较弱的需要打另外一种 就是打另外一种 还可以选人打 所以人家才会一直创到最高点 这叫做Novebox 是最近的 一期临床结束的 他一期临床结束就在这里 就在一个高点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有些时候 他的走稳健的 你必须要跟他走稳健 我今天看了好几张股票 其实还蛮稳健的 他真的是在换手 但是呢 今天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稳健 你知道没有 拖就给你 没关系嘛 赔你嘛 我认为这个股票其实还蛮稳健的 干脆一点告诉你也无妨 这些都还蛮稳健的 这样是不是够善良 不可以做的 我跟你讲说先不要做 或者说以后你再来做的 以后你再来做的你来找我 以后你再来做的 这两支股票我必须要这么说 没有错 核一中天因为是钻石基金的 那个掌门人 所以爆发力是非常之强大 如果真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中国的药证一旦拿到的时候 来 你就问你的老师这句话就好了 假设有一天 大家都忘了核一中天的存在了 突然之间又听到说 中国药证 某中国某一区的药证过去的时候 因为这两种人 我们不要讲政治 这两种人身体非常的接近 体质非常的接近 那时候又来一次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继续看他眼睁真的有狂飙吗 还是你要跟上黄静哲 同样的 假设我们的某一个疫苗 中国大陆说哇这个好好用 我告诉你一件事 台湾的疫苗跟中国大陆疫苗 放在一起 中国人一定打台湾疫苗 谁敢打大陆疫苗的 那个脑袋一定有问题了 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对不对 所以台湾的生技股 其实是未来非常具有潜力 将来最具有涨停涨停 再涨停实力的 现在请跟我这么做 各位注意哦 先抓高EPS 还有高技术门槛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 比方说4171 不好意思说 它的技术就到这边结束了嘛 就未来最多最多就在那边整理 你要找那个还有新产品要推出的 而且它真的EPS真的够高 那你才能够达到这个所谓价格的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 真正掌握住投资生技潮流 涨停涨停再涨停了 财富指挥官 我们有DVD我们有课程 我们有真正准备好的生技致富宝典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 知识就是力量 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那么明天又是非常好的一天 请你跟我做好准备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iquer资料 Łatin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就看下半年 创意三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计一家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正宗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创意三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黄老师 生计领投阳 迎接新纪元 致富688 今年过好年 就看下半年 致富688 今年过好年 就看下半年 需要再现 02-2781-0909 2781-0909 吃怎么看的 怎么看的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中